生活真的很有趣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到我们勇敢的迈出 那一步的时候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震惊到 连我们自己在尝试迈开那一步之前 也会觉得成功的可能性 也是很小的 只是闲得无聊去试一下 但是真的也没有想到 把自己都会震惊到居然可以实现 我听这个故事 也让我各家坚信这一点 有很多事情都是你看似 遥不可及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常规的思维习惯中 我们想象中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真的 那是因为你都没有去做 而是被外在的各个因素束缚掉 所以当你大乱去做 别人不敢做 或者不愿意尝试 或者别人默认 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是你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视频就是 结合我自身的一些故事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希望就是真的 就是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 这个故事我记忆比较深刻 是我和我就是我大哥的一个哥们好朋友 然后他开始来到旁边 我记忆说好像是那次是帮我搬家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然后当时在聊天 当时他又说 那时候他就问我说我以后想要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工作啊什么 然后我又说我希望的生活是星期一星期五 我去给别人打工 我去上班 周末是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我周末的时候我可以看看书 比如说六六公园 甚至开车去周边城市玩 或者是买张机票去别的国家玩 然后周一再回来 然后他又说我意想天开 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现在工作 你周末有时候都不属于你 玩的时候你要加班 工作很累了 有时候周末可能还要加班 即使不加班 你可能就累了 你根本不可能还要去玩 生活工作平衡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我意想天开 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 他说这一话的时候 其实我是半信半疑 因为他在说的时候 他是以他的角度来出发 来看待这些事情 因为他一直在国内工作 他就他看到的身边呢 就是没有这种 所谓的工作生活这么平衡这么好 周末很先 平时下班五点钟下班 我到周末就去出国玩玩 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当我去了荷兰之后发现 这是荷兰普通人的 还不是有钱 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习惯 就我之前读博士的时候 很多同事 他们就是周末的时候 就比方说星期五就可以 就是基本上不来 然后买张机票 去周边的国家 当然了 欧盟国家 他离得也比较近 就像你在中国 德士兰去旁边的苏州 旁边的杭州玩一样 他们就是买张机票 或者是动物伙生 直接就去旁边的德国 法国 去更远的北欧去玩一下 玩一下之后 然后再回来 他们基本上就出国玩 一年出国玩很多次 并且很多次都发在 就是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去欧盟国家玩 如果比方说请个圣诞节 或者是其他假期 在请掉 在连周末的时间 或者是一个小长假 比方说有五六天的假期 可能又去北美去美国玩 就像我一样 我圣诞节的时候 我是去美国玩 玩了之后又去墨西哥玩 这是他们的一个常态 并不觉得很稀奇 打个头子去哪国家玩 感觉多大的事一样 这就像我当于我们在沙海 中部的时候去 我住在一个区 然后就到另外一个区一样 就是很普通的一样 不是错 就是从他那个角度说的是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就想说 不要完全信任身边人 哪怕是身边最亲密朋友 他所说的所有的话 可能他说的话 是他从他的角度看是对的 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但是呢 这角度合理的 并不表示就一定是合理的 并不表示你又不可以突破它 就有时候你可以听 但是呢 你要有个批判性的思维在 我当时博士毕业之后 大概半年的时间 中间有去找工作 就自学变成了三个月 我还发了一个视频 自学变成三个月 我就去找工作 我并没有期望 我就自学了三个月 我要做一个外国人 就可以找到工作 我并没有抱有很大的期望 我成功率很小 为什么还去面试找工作 随便把我的鞋笔挂上去呢 是因为一方面 我积累了面试经验 然后我就想看看 就汤汤这个IT环境 在荷兰这个就业环境是如何 我就想试试去熟悉一下 甚至我想和那个AX对话 包括他那个猎头对话 怎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在荷兰还没有正式去过公司找工作 所以就是有好多的 那时候闲的时间也比较多嘛 除了自学变成 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所以就去面试好多家单位 人有些就是一个猎头帮助我 他帮我联系了好家公司 有几家 我都说至少有一两家 我都至少都面试面试到最后一轮了 基本上都快要拿到off的 虽然没有拿到off 但是我积累了很多的面试经验 非常非常宝贵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 所以我就说一个旁边话 就是对于尤其是初秋变车的 就是尤其跨专业或什么 你新学一个技能 想跨专业的 你不要就想的哎呦我要再学一下 我要再学 哎呦我这还很差 我还不能多这个 还不能多那个 没有公司要你 你就是学两三个月 但我说这两三个月 并不是滑水在学 每天看看电视剧 每天就学一个小时 除非你是天才 就如果像普通人一样 就像我普通人的智商 我就是花时间去学了 并且是真的喜欢这一行 充满了热情 去每天就是保持那个量和质量 完了之后你学一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做一些个儿的小项目 就把它放在简历上面 就一大蓝的偷简历 大蓝的找工作 因为你说不定你就会拿到一个offer 即使拿不到offer 也积累很多工作经验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你看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要去大蓝的尝试 千万不要等到 最完美的时候 最完美的时候 等我再学几年 等我在学 等你在学的时候 可能很多机会就已经 很多时候真正的工作技能 都是你进入到那个 都是把你放在那个实际的公募项目中 学习做的是最快的 所以好多时候自学的时候 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一定要尽倒的投简历 尽倒的找到第一份工作 那你的学习速度 你的成长速度是指数性的 指数性的 真的 不是这缓线 也不是直线 是真的很快的 这是我个人体验 就是你工作一年 你又感觉到比你自学十年 都那个成长速度都要高 这是我个人的感悟 刚话题敞开了 当时面试 就自学三个月去找工作 没有找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 我就在随便在网上 看到一个免费的 培训班 编程培训班 然后离我住的地方也挺近的 在路德丹市中心 当时我就在网上 就看了一下他的介绍 什么 然后说是免费 当时我也就 就是他们会带我去参观一下 说这些咖啡啊 这些所有的 什么水果啊 全都是免费的 我不需要交学费 完了之后 我还免费喝茶 喝咖啡 还有各样的点心 水果 找谁 还有卖票 全都是免费 牛奶 全都是免费的 我都不敢思议 当时我是真的 就是还有一点 那个中国人思维 我觉得这是个圈套 然后我被骗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损失 这我感觉 就是大百天 也不可能抢劫吧 完了之后 当时还不止我一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荷兰人 他也说 就带我们两岸去参观 所以 然后那个也是一个 就是像一个 像一个福瓦中心一样 就很多创业公司都在里面 我觉得不可能 大百天呢 就要骗人吧 我还是相信 荷兰人的质朴 所以呢 当时就是 参观完了之后 我们就去 投几队经过一轮人面试 什么呢 当时有一次 我和我一个杜博士的一个朋友分享 然后我说 这个就是我参加一个培育班的事 当时他就 他说 编程 那小孩子开始 人家都是很小很小 十几岁的时候 甚至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学的 家就有电脑 就开始学的 像也都这么大了 然后开始学 上帐 学习培育班 你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 这不是你这个成年人该干的事情 玩了之后还说 我那个培育班 他也知道我那个培育班 他说他带了儿子去过 他那是给小朋友 教小朋友的 就是教小朋友玩了 教小朋友画画了 教小朋友 教幼儿园一样 然后就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可是等我进入了那个培育班之后 培育了大概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 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带我那个朋友来参观我这个培育班 当时他不再说以前的话了 他当时都羡慕我 他当时就觉得 这个不错 就是他当时都很震惊 就包括我那些培训的同学 他就觉得 就是他很震惊我的成长 就是包括我对后 通过上这下培育班 对我拿到一份job offer的时候 我一份工作的时候 毕竟工资还不低 起薪工资都不低 甚至不比他的那个博士后的工资低 他当时真的被震惊了 就感觉我就学了半年 拿到工资 和他差不多 和他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差不多 他真的有点震惊到了 当时那个时候 我还创办自己的公司 就是因为我这边进了 所以我有闲的时间 我还创办一个 就是做软业的公司 当时都和他分享 所以就是 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好多时候 哪怕是对你身边的朋友 哪怕是那个时候 对的朋友 可能是怎么说呢 就是工作经验都比你老练 甚至他们就是收入都比你高 他们给出想法 也不一定全是对的 他们是站在他们的角度 他们认为 编程 因为 认为是小孩子 也许是通过他的生活经验走也出来的 因为他教他儿子就开始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编程 那么他就认为这个编程就小孩的小孩从小开始培养 多了那个思维 我还做慢慢找他之后上大学再读那个专业 我还做再找工资 而不是我这样一个就读了博士毕业之后 然后开始学习编程 是不可能的 觉得这个市场是不会不要我这样的人 但是他错了 很多那种很多那个软件IT公司 他反而愿意招这些 就是叫这么半路出家的人 因为你半路出家的话 你有其他的一些专业比例 就比方说我之前培育班有一个女士 她是荷兰人 然后她也就是是录得在商业学院毕业的 那个路人还是非常牛的 她当时说她在 她在这个培育班之前 她在荷兰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荷兰的一个公司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她又非常好的工作 她大学也好嘛 又是荷兰本地人 然后又非常非常也非常好 她一说她学习编程 并不说像其他培训呢 有好些都是那种叫难民 就是她来荷兰要找工作嘛 所以要学一技之上 她做的她的话来说 她很轻松就可以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以她的大学学历 还有她那个 她分野个人能力很容易找到工作 她就放弃之前的工作 然后来参加这个培育班 她自己也是想的 就是如果我也会编程 我结合我自己的那个 就是在商业学院学的那些 还有她的工作经验 她以后可以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做一个digital product 然后知道怎样把它 就是包装啊 怎样 你知道吗 就那一套东西 我也送跑这些术语 她也说我也挺不错 就是有医学背景 这样的话 我可以做一些和针对医疗相关的一些难题 我可以解决医疗上的问题 然后来做一些软件来解决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有很多公司 她对这种其他背景的人反而感兴趣 就那个时候 你没有 就是你转行之前会有很多担忧 你可能看到都是她的列出 就是看到 人家上大学就开始学的东西 或者上中学开始学了 上小学开始学变成 我这个带了我出家 然后就学了几个月 别人怎么会叫我呢 怎么都不会 肯定会叫课班出来了呢 可是就是 不要自以为然的认为怎样怎样 你要就是叫什么 就像你生产一个产品 你做一个东西 你要投到市场 你让市场来 也让市场来反馈 来告诉你 你这个想法对不对 而不是就你想 认为 就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想什么 都是我们自己意想的 自己就是对于自己的 生活经历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个人那种角度 来分析有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你要去客观的 让市场来解业 你这个想法对不对 就包括你对的东西 你觉得 你觉得好像不可惜 但是这是你觉得 所以你要把它投到市场 来通过市场的反馈 你来看 有没有一个受众 说不定 你这个产品设计 有些确认是对某些观众的胃口 完了之后你再进一步的调整 说不定你就可以把它发扬光大一些 好了我这个视频就给大家 竞产这两个事例 就是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要突破常规的思维 甚至自己身边的朋友 哪怕一些资历比较深的 或者是自己的导致 他说什么时候 可能都是以他的那种角度 来看待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乏去突破一下 有时候真的会受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